而今天也是文英阿姨过世佳季的日子 演艺圈的好朋友今天前往致哀 那么送她最后一程来看最新的情况 请记者杨爱蒂来告诉我们 爱蒂 老师主播观众 现在记者在位置呢是在板桥 今天呢是文英阿姨呢办的这个佳季仪式 那今天呢可以看到呢 现场呢是来了许多的这个大牌的主持人 还有各个老艺人呢 都是文英阿姨的好朋友呢 都到场来致意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那时音还有这个小燕姐呢纷纷也来到了现场 那到纷纷到现场的这个状况呢 还有包括了这个宝妈还有呢脱爽 那讲到呢 他们的这个好朋友文英阿姨呢 是讲到哽咽 我们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有因为小丁老师看到我说 你怎么瘦这么多 我说阿姨的故事对我有点很大 那其实这个佳季仪式呢是在早上八点呢就开始那个住念两小时哦 那这个艺人呢杨贵妹还有包括这个洪奇德呢都是呢一早呢就赶来呢跟这个文英阿姨的这个家人呢是一起呢参与住念哦 那后来呢包括了这个丽金啊还有这个还有行风 还有这个白冰冰冰冰冰姐呢也一起来到了现场哦 那对于呢原本表定呢下午一点半呢要开放的这个瞻仰仪容呢 冰冰姐也说呢 后来昨天的智商委员会呢讨论的结果就是呢 呃家属是希望呢还是呢保持这个文英阿姨的后来的尊容哦 所以呢今天呢最后还是决定不要开放呢这个瞻仰仪容的仪式 以上是现场的情况 欢迎主播